今日,房立身在旺角白老灰西院宣传电影《机器侠》,这部熟期科幻爱情大片有乐视网投资制作,知名导演刘振为指导,本片由胡君、孙丽、房立身、甘薇、郑中基、吴京等主演,小方在片中饰演一个会谈恋爱并且懂得中国功夫的机器人。 谈到香港票房,小方谈言该片票房未能如理想一样,令她有点失望,观众们喜欢将机器侠和变形金刚拿来对比,觉得中国影片的特技不及好莱坞,但作为演员当然仍然认为票房不好有可能是宣传力度不够,因此她会增加努力地进行宣传,并对影片的后劲充满信心。 那可能我们在香港可能宣传的不足吧,对,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部电影,其实我们是走这个方向的,那但是我的很多的朋友啊,很多,其实很多观众看完之后,我看过他们的影评,都是觉得这部电影是好的。 早前邓立新换上猪流感,背致没有功德心,不戴口罩,小方表示和邓立新通过电话,对方表示当时是出席活动当中才知道助手确诊得了猪流感,而且并未如外界传言是发烧却故意隐瞒病情,而致使喉咙有些疼痛,希望大家对邓立新能够多一些宽容。 而且Debbie我问过她,她说她那天出来工作,没有戴口罩的时候,她其实还不知道自己是发烧,她只是跟大家说,她喉咙痛,在初期活动时的途中知道她的同事有病,确诊了,然后她马上过完活动已经去跟医生马上停了工作,马上付我隔离,所以我觉得就不想大家就是传来传去说,她知道自己发烧还继续工作, 我希望可以,因为她没法跟大家说嘛,希望从我这里告诉大家,她其实没有错,我没有说错。